今天是我的生日耶 对啊 生日快乐 谢谢 不过今天也遇到很多 有的没有的事情 比较辛苦了一点 不过这礼拜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礼拜我们有 超多 超多私讯 超级无敌爆多 对 超级无敌爆多 然后这次我们还贴了一个 尤其是特别是屏东人的来信 特别多 那我屏东人的声音 我们都听到了 其实我们屏东听众超级多耶 我们有做了 在IG上面有做一个polling We just try to find out how many listeners from屏东 right and we got like more than 40 people from屏东 我是想说他们是不是都 on that polling only 对 from IG not from the data 对 那我是想说 是不是那40个人 都用同一个4G塔台 哈哈哈哈 你要快去攻击他们 开玩笑开玩笑 有屏东听众说 哎呦没有啦 在屏东好 cora相传比较快 真的 我想说更对 你会转头就有了 好冷哦 没有啦 不过真的很酷 而且屏东人超热情的耶 他们真的很热情 对还有一个屏东 他跟我们讲说 当然 当然 他跟我们讲说 希望凯莉跟Ken 如果你们要 你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屏东科大演讲 嗯 我想 sure 当然啦 对啊 可是你是谁 对 这个是reviews耶 我们很想要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review 截图放在IG上面嘛 对不对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他是谁 对没有人出来认领 这样对吗 屏东科大的同学们 如果你有在听 听到这个的话 嗯 马上去问你现在 正前面的老师 他看起来是不是很闷骚 如果是很闷骚的话 我觉得他绝对有在听百灵国 因为我个人觉得 百灵国的听众 应该都是闷骚型的 或者是他平常就很爱讲 政治不正确的话 对 如果他常常讲 不小心讲一些 政治不正确的话 然后被东南亚同学检举的话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好啦 同学帮我们找一下这位老师 他邀请我们去演讲 然后没有留下资讯 我们怀疑他没有诚意 凯莉非常 所以请大家给他压力 我跟妳讲 大家到现在有发现一件事情吗 凯莉非常想要去 屏东科大演讲 我非常想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 凯莉只是想要自肥而已 她想要去那边潜水 为什么 屏东没有办法潜水啊 你知道屏东跟墾丁差很远吗 啊不是 你要惹怒屏东人了吗 哈哈哈哈 不是转头就到了 不是很远 你看有一个人就留言 有一个听众留言说 凯莉只是一个是 比较会自浅的韩国瑜 屁啦 我觉得这句话超对 你只是一个比较会自浅的韩国瑜 你只是想要自肥而已 我不是 我其实是想要顺便去小琉球 没有啦 其实 其实我跟Ken 其实我们做广播节目到现在 我们还没有一起去演讲过耶 有啦 没有啦 when 那个书库啊 那个算是做live podcast 我就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是演讲 还是我们演讲又要自己带麦克风 当然要啊 我们又要把人家演讲 当作我们自己的录音室了吗 当然啊 所以我们去屏东科大 他是不是要搬这些很重的东西下去 我的天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带你自浅的那些gear 我不管我全部都要带 你挖鞋不要带 我一定都要带 好啦 说到自浅 这礼拜我们终于有业配了 对 我们这个礼拜要来跟大家共商一下 对对对 那个我跟你说 嗯 如果你很喜欢自浅 喜欢捕海鲜的话 那你一定要听 去海里面抓鱼的话 你一定要听这个业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黄麻袋 你会觉得 为什么黄麻袋 跟捕鱼有关系 为什么有关系 其实没有 哈哈 你都不要讲什么 因为它很多洞 你知道我们厂商会听吗 哈哈哈 好那我们重来好了 好那这礼拜呢 我们有一个业配 终于有业配了 我们可以交房租了 好开心哦 好那这礼拜我们要 帮大家推荐一个新产品 这新产品是什么呢 凯莉其实她拿了好几个 对不对 我没有 我只拿了一个啦 其实这个牌子叫做 炒麻包 炒麻包 是很潮湿的炒 好奇怪 很 我觉得很烂 然后麻是 麻子的麻 你是不是想说大麻 我没有 麻子的麻 我觉得我的比喻好烂 炒麻包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搜寻 那她其实是一个 大妈 大妈老司机 对她是大妈老司机的 那个大妈 多大家有看 她现在那些影片 好像被下架了 对不对 对但之前 其实她在她的 那个 有点像那个 你记得那commedian getting coffee in the car 那种感觉 对 很像那样的感觉 然后她就 大妈就采访了非常多 什么政治人物啊 然后一些很有名的人 反正蛮厉害的 这是她自己的一个品牌 是黄麻包 那这个黄麻包 其实就是很环保 然后她有各种样式 然后有大包包 有小包包 有侧背 有后背 我觉得最酷的地方是 it's biodegradable 就是整个包包超环保 因为它全部都是 用印度进口的麻来做的 然后纤维又特别长 it's super strong 我看了那个影片啊 介绍 我说天啊 这个包 它可以放差不多10公斤 没有问题吗 这么有韧性 对 我就想说 那你根本不用去买什么狐鳞在家面甩啊 你买了这个包 有没有 然后再放个 放个那个8公升的水进去就8公斤了 然后你开始甩 那又不会断 什么东西 你记忆你有试过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 断的话 我相信大妈直接会寄一个新的给你 你就说我是教徒 他会寄新的给你 好吗 这不是我们原来准备的脚本耶 我没有脚本啊 你原来是跟我讲说 你看到这个大妈 呃不是大 你看到这个黄麻包 你立刻想到就是 如果我们听众有一天不小心 漂流到荒岛 然后大家都会问你 如果你去荒岛你要带什么 对你要带什么 那我也是说 我要带这个 草麻包 你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个草麻包吗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说的它很坚韧 可以放很多水 很多重量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荒岛上面 有刀啊 有什么镜子 没什么用 可是有这个带子的时候 你在外面捡食物 第一可以丢进去 对不对 你就一边走 然后你的那个野莓啊 香菇啊 可以丢进去 很棒嘛 对不对 对 再来是 那个你要抓鱼 怎么办 把那 因为那个是编织包 所以你把包 直接放到小溪里面 鱼就这样进去 然后水就去流出来 你又可以捕鱼 对而且你不会捕 不会捕到最小的鱼 是这样吗 哈哈哈 因为洞很大吗 不是 它这个麻包分很多种啦 有的是那种有洞洞的 嗯 然后有的是 比较密的 很紧实 很密 然后有做防水处理 就是看你的需求 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 你在那个 要自己 编 那个搭自己的那个 小帐篷的时候 为什么要自己搭小帐篷 因为你还在荒岛上 哦 你还没有接受这个话题吗 我跟你说 你在荒岛上会卡很久 尤其是你是凯莉的时候 怎么样 你在那边会出不来 所以我说 你拿这个包 有没有 把它拆一拆 那个绳子还可以把那个 木头绑一绑 那你就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帐篷 可以在那边遮风避雨 但是它太环保了 所以是不是会完全的 biodegradable 对 它说差不多十年内会 biodegraded right 可是如果你放在土里面的啦 不是说你每天背出去 对对对对 我说你放在土里面 它十年可能就被 那个分解了 那这样怎么在荒岛生存 可是你在荒岛也活不到十年 你是凯莉耶 好啦 所以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好 我们在这边给百灵果的听众 两个优惠哦 一个是 我们跟大妈 凹了 三个 哎 哎 两个吧 两个 对对对 对对我的天啊 因为第三个被我拿走了 对 其实我们只要送两个 对我想说明明拿了三个 原来只剩两个 对是两个包送给大家 免费的还挑 好这是一个 就是它是 呃有一个 很可爱的大青蛙印在上面 然后它就是一个大的 有点像 你平常如果出去买菜 好就是可以当作你的 算了啦 你直接这样讲 去年Dior很红的那个方形包啦 那很硬的 然后上面都写Christian Dior Christian Dior 那个 就有点像那样 但只是换成金蛙 只是麻 哈哈 那如果想要抽这个 草麻包 我们要送两个出去 那要 那在我们的那个 下面留言 在我们的IG上面 然后会PO一篇照片出来 嗯 你就写说 我要抽麻 点点点点 包 一定要三个点喔 我要抽麻点点点包 然后我们就会抽出两位 就把这个非常大的麻的环保袋送给你 对 那再来是你也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看一些 看有没有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嗯对因为它的种类其实很多种 像我凹的那一个啊 它就是我觉得超漂亮 就是那种 针枝洞洞包 嗯 然后但是因为你 洞那么大 如果你不拿来捕鱼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放东西 没有你去捕鱼的时候 你就不会捕到布拉蜜 所以你觉得只能捕到大鱼 对对对对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里面有做一个 也是一个麻的内部袋 内袋 所以你还是可以平常背出去 那我觉得很好看 是宿舍的 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因为那个包 成本比较高 我们总不可能送你那个吧 所以大家请自己去买喔 但是 白铃国的听众有通关密语 可以有15% 不是白铃国听众 是白铃国的教徒才有这个密语 是教徒才有这个密语 可以打85折 对 消费300元以上可以打85折 通关密语是什么 I Believe 哈哈哈 所以你要去打 I Believe 全部小写 Believe应该会拼吧 对就粘在一起 I B E L I E V E 没错 打了以后你就可以 300块以上 你就可以享有85折优惠 然后优惠直到9月30号 你知道我跟大妈讲 这个你知道promo code的时候 折扣代码的时候 他说 蛤 什么 I Believe 我说 对 就是这个 他说 哦 好 都配合你们啦 超尴尬 这两个人倒还在想什么 I Believe 什么东西 好啦 那希望大家喜欢咯 每周日晚上六点钟 全国广播FM106 您现在收听的是白灵国news 我是Kylie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白灵国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我好累哦 你累了吗 因为今天我生日嘛 所以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 对然后今天其实也出了很多大事 所以真的是在外面奔波 其实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超级晚 晚上十点了 Oh well 没关系 所以重点是我们有在录音 然后可以deliver great content to our listeners 没错因为我们想要用好的内容 陪伴大家过中秋 对然后吸更多教徒进来 因为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们最近真的收到非常多的私讯 我们私讯有点过多 多到我们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看 会漏看 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如果你要我们看你的私讯的话 你要干嘛 请在第一句打 你好我是教徒 为什么要这样逼人家 我们就会看 不是因为最近有一些比较没有礼貌的人 好啦我真的觉得他们不是故意没有礼貌 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跟我很熟 他就来就直接攻击我们 对但是是开玩笑的口气 然后我就觉得 诶你谁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一定是我们平常的风格 就让大家觉得他们跟我们很熟 平意近人 老实说很没礼貌我也没有很care啦 是Ken好像比较在意 因为凯莉很没有礼貌 我觉得我的人生 有凯莉就够了 他已经把我人生的没有礼貌quota都用掉了 你知道吗 对说的也是 so like that's all I can tolerate 那剩下的没礼貌我都觉得不行 除非你说我是教徒 好啦你们只要说你好我是教徒 Ken才会看 不过最近有一个呃就是说那个不是很有礼貌那一位 他说他要申请什么 哦对他一直攻击我说我很健忘 但因为我觉得他讲也没错 所以我不介意 哈哈哈哈 好这位呃有一位听众好 slash教徒 他跟我说他有个很好的朋友叫做高明 他要申请我念的那个口译所 MISS 哦就同一个口译所 要当你学妹 他想要 应该是学妹吧对不对 或学弟 I don't know sorry 要当我的学弟妹 学徒 我刚刚也想不是学徒 好他要申请这个MISS口译所 那希望我可以鼓励他 因为他说 他的家人常会跟他讲说 啊你准备的不够啊 比如说你 比如说英文不够好 或是什么的问题 然后我只是想要跟这位高明说 你看看凯莉 你就知道你一定会上 哈哈哈哈 不是其实英文不重点 要学口译中文也好 哈哈哈哈 那你这句话超没有说服力的 你中文插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的故事很励志 哈哈 连凯莉都可以上了 连我都可以上 那不是多好的学校 哈哈哈哈 诶诶诶 这我想要跟你讲哦 这个世界排名前几的 对不对 没有因为口译所很少 哈哈对 那我想要跟你分享 是如果你想要念MISS口译所 或是任何 其实世界各地 或甚至是台湾的口译所 中国其实也有很多 其实就是要 一直听百灵国 我说真的 因为他会问你很多 国际情势跟经贸的 你的意见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考MISS的时候 他是要你录影的 然后你要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那我其实会 与其说听百灵国 我会说 那你去百灵国的网站 把我们的中文跟英文新闻 都念一遍出来 那你就知道说 诶 这个英文凯莉会怎么翻呢 那他就翻好 在下面给你看 那你可以做一个对照来练习 或是你觉得这翻得不好 你也可以来跟我讲 对啊对啊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网站 这样整理出来 对很多人应该算是有一些帮助啦 算不敢说100% 如果能帮一个就算帮一个 是啊 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去看这个我们双语的新闻 然后再来就是 多多看国际新闻 然后建立你自己的观点 对于你申请上MISS会很有帮助 我要拉一个 我们刚刚没准备的东西 什么 你又要讲什么 你记得上礼拜有一个高中生 说他去考试吗 然后他说 很谢谢我们 然后我们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 你一讲我才想到 对我要把那些照片 PO到IG上跟大家分享 对因为他说 因为听了百灵果 所以他考试都考了100分 我说怎么肯 然后他就 听起来很像后来 没有不是一般的考试 他说的是模拟考 就是那种直考的模拟考 还是学策模拟考 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 这假的你把 你把考卷 对啊你把考卷拍给我们看 他就真的拍了耶 然后他拍三个里面 他就是直视题 然后里面每一个都是我们 讲过的 有了过的国际新闻 他说你看吧 我没骗你 还真的吓到了 难不愧是教育部推荐的教育 新闻 好啦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觉得 我们不适合高中生听了 嗯嗯 就是这位听众 赶快叫你的同学一起来听 好那不好意思 今天真的一直讲听众的故事 不过实在太有趣了 还有另外一位是到那个 西巴塞隆纳工作的这位 对不对 对他说 呃这位听众他原本在 呃去纽约念书 然后他就很不喜欢美国 可以理解 后来他就搬到巴塞隆纳去工作 我觉得哇电脑好棒哦 感觉起来他这个经历是不是在美国两年 应该就是读纽约嘛 那我猜他就是读Stern NYU的NBA嘛 读到NBA 你又知道是NBA 拜托有书 可以念的东西这么多 你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念NBA 两年啊 来我们来猜 看他会不会来回信 好 好 不过他有就是写信给我们 然后我跟Ken笑道抱 因为他就跟我讲说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被英语教学 骗进来摆领过 但他不是 因为他是到了西班牙以后呢 的第一天第二天 就有朋友很兴奋跟他说 诶有一个podcast你一定会喜欢哦 因为这个podcast 乍听很精实 但其实很废 满满的闲扯淡 很像跟朋友在聊天 但非常疏压 你在国外很孤单的时候 你就可以假装有人在跟你聊天 而且啊 他们的英文口音也有台湾味 还会一直吃螺丝 very funny 我觉得好好笑 sorry 我最近比较吃螺丝 you've been like that you whole time 好 那非常谢谢大家 就写信给我们 那之后要写信来 记得讲 我是教徒 我们就会看 好那我们这礼拜用 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个英国脱欧的新闻来开头 parliament has been officially sorry 一开始又吃螺丝 parliament has officially been suspended for five weeks with MPs not due back until october 14th 星期一 也就是九号的时候 晚间开始 英国国会将会 强制修会 五周 国会议员将会到 10月14日 才会回来上班 amid unprecedented scenes in the comments some MPs protested against the suspension with a sign saying silenced while shouting shame on you it comes after PM Boris Johnson's bid to call a snap election in october was defeated for a second time 部分英国的下议会议员 拿着silenced 被噤声的表语 进行抗争 大喊着 shame on you 以你为耻 这是过去在英国国会 没有看过的景象 那急于提前大选的 现任首相 Boris Johnson 在修会前的最后议程中 再次提出 解散国会的要求 希望可以在10月的时候 重启大选 opposition MPs refuse to back it insisting a law blocking a non-deal Brexit must be implemented first A new law to avoid a non-deal Brexit exit has passed within a week 解散国会的提案 再次遭到在野党的封杀 反而 在野党反而提案颁布 防止无协议 脱欧法案 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完成这个法案的 立法程序 So just to update everyone Brexit was actually voted in 2016 in June 就是2016年的6月的时候 英国人投票投下去说 我们要脱欧 两年前的事情 三年了啊 三年了耶 对啊 那时候我们还在某个大楼楼上 做直播你记得吗 录一个小影片 好像是 真的耶 天哪我都忘记了 好了 其实 其实英国拖 真的是歹戏 拖棚非常久的时间 那我跟Kan一直没有聊 是因为 我们很怕 每次一讲完 过几天播出的时候 又有变数 那这一次 我觉得他算是 他还没演完 但算是告一个小小的段落 那我们想说 就趁着podcast 因为时间很多嘛 可以好好的跟大家 分享一下这个闹剧 到底有多闹 那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 强制修会这件事情 其实我一开始看到 我想说 蛤 why 对啊 我也觉得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要强制修会 他其实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朋友马上丢给我 然后他觉得 Boris Johnson是一个天才 他说这样强制修会 大家结束之后 回来 没有办法吗 来不及投票或讨论 所以就马上就 就是直接脱欧了 对 因为10月14号 修会到10月14号嘛 然后马上进行的就是 英国女王要演讲 然后马上接着就是 Boris Johnson这个首相 他要去跟欧盟谈了 然后 我看deadline 拖的deadline就是10月底 对 10月31号 等于就是完全不给你 国会任何时间讨论 因为Boris Johnson就是觉得 我现在 我这次就要拖 我就不要再拖了 对 我不管 我拖定了 对 他就是说 就算我跟欧盟 没有任何的协议 我也是要拖 那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暴露狂 他就是一个暴露狂 他就是说 没有协议 我也要拖啦 好 不管你同不同意 反正我就是要拖 然后他用很多 很夸张的言语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什么 I would rather die in a ditch 我宁愿死在 路边 路边啊 水沟啊 我也不愿意 去跟欧盟起求 说不好意思 我们还没有协议 那我们延期好不好 他说 没有意义 我们就直接拖吧 我不太懂 为什么他这么想要拖 有一个 好的协议 不是让大家 会觉得比较安心吗 可是 something predictable 对不对 对商业来说 对关税来说 都是要可预测 对 没错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都说脖欧 其实会影响到 非常大的 多的层面 大家的生活 不是说只有金融业 或者是 某些高科技 大家平常不会碰到的产业 而是你每天在 去超市买水果 都会遇到的问题 水果进不来 药品进不来 甚至还看到 比如说有一些癌症用药 它是有期限的 那你可能卡在关 那里卡个几天 它就失效了 对对对对 好 所以我觉得刚刚 现在有讲到 为什么可以强制修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好像在其他国家 至少 就我们所知 但是我没有听过啦 对我也不记 加拿大也不行啊 因为美国也不行嘛 美国听到的都是 Government Shutdown 你可以强制让政府关门 但没有听过 美国国会可以被修会 被修会欸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嚣张 我自己稍微查了一下 我看到其实主要就是 英国的传统 就是早期的英国皇室 是可以干涉政治的嘛 所以英国皇室是有权可以 让国会修会 那过去也发生过几次 那但是这一次就变成 Boris Johnson 呃用这个机会 他跟英国女王请示说 他要 他要 国会修会 可是现在的传统上 已经变成 你身为皇室是不能干涉政治 那英国女皇就只能答应 对 不管他是多垃圾 讲出多愚蠢的话 对 他们就只能点头 因为他就是一个 他们就是一个盖章的机器而已 对对对 是虚权 虚权 所以就变成这个制度反而变成让很多的政治人物拿来当做执政的工具啦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一次 呃也导致保守党内部有许多人站出来反对Boris Johnson 对不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不爽欸 就莫名其妙被修会 然后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国家大事 所以这些议员都很不爽 所以就抗争 然后再来很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吧 因为英国是内阁制 所以内阁制的意思就是你的首相不是民选 你是国会的执政党的多数 嗯 你就可以当 你是党魁 你就可以当首相 嗯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你的首相 你一定就是立法院的多数 就是这样想 所以蔡英文他就一定是民进党多数 如果是别人 那就是国民党多数 所以为什么即使是这样 他还可以让这些国会 然后通过一个防止无协议脱欧法案 就是禁止 Boris Johnson乱脱 就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件事 对不起我有点放空 我现在说 请你继续 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吗 没有 因为我难得听你讲话放空 为什么 难得我准备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再放空 我真的很生气 我整个大泡澡 我刚刚讲到哪里 呃 Tim 好 Cam没有在听我讲话 好所以说 没有说为什么可以那么多人 呃 你再拍一次 好为什么身为内阁制的英国 好首相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既然会被 就是国会 颁布一个禁止你做这件事情的法案 就是因为执政党倒戈 嗯 所以就是Boris Johnson 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人啦 好二十几个人都跑票 他们自己在投票的时候 就连他自己的弟弟都跑票 对不对 叫做Joe Johnson 其实因为你有po在国际狗语日报上面 我在想说 这不是同一个人吗 哈哈哈哈 他们长得蛮像的啦 真的蛮像的 就是金头发 然后 就是那个脸 对 而且其实就等于是国会直接打他脸啦 就很多人就倒戈跑票了 就去支持反对党 然后他们颁布了这个防止无协议托欧法案 他说他是说 呃 我们不允许有无协议托欧 如果到那个时间还没有无协议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延迟延到明年才能脱欧这件事情 所以Boris Johnson一定有不爽啊 他一定不愿意啊 对 所以就变成 他都放话了 所以现在的局势我觉得很微妙 我不太能够理解说到底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到底是法案会先生效呢 还是会先脱欧 其实现在就乱七八糟 我甚至今天还看到新闻说 而且法案生效的话 那他们真的去跟欧盟说 啊我们有这个法案 所以我们要延后 那欧盟真的会让他延后吗 We don't know 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才聊到说 德国他们汽车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嘛 嗯 所以他们知道要延后的话 那汽车产业是不是会喘一口气 所以他们就说好吧 那我们让你延后 就像川普说 好我们的那个关税站 因为Christmas的关系 我们延后一点再刻 大家觉得很开心 对 大家就知道说 我们至少多赚三个月之类的 嗯 所以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好我们也是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状况 不过我看到英国这个样子 我就会觉得 我看到英国的媒体有一句话 让我觉得蛮有趣 他就讲说 Unelected man demands unelected woman suspends elected parliament 他说一个不是民选的首相 然后去要求 去请求 一个不是民选的女王 来强制修会 那这个国会是民选的国会 我就觉得 Yeah this is interesting 怎么会有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最近 真的全世界有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开始会反省 说民主制度到底是不是 最好的 因为当然我们 当然是比较好的啊 我们绝对是不喜欢共产制度嘛 因为容易里面 The system easy to be corrupted 可是我们要选别的时候 But so is democratic system 因为democracy是几千年前 大家想到的东西 然后也是这几百年 才有国家开始实行它 那在实行的时候 大家立的宪法 可能只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 就像美国的 Second Amendment 就是说 Everybody has the right to own a gun Right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 对那是以前的 那时候的状况 跟现在的社会 其实是不 不搭嘎的 所以你觉得 民主制度要不断的去改变吗 对对我觉得 大家要放开一点心胸 多想一下说 民主制度要怎么样改成更好 And 或者是民主制度 Probably is not the best anymore 像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 因为被民主的影响吧 对不对 对 所以变成说 是不是我们要考虑 Other systems like Technocracy No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word Technocracy Technocracy 但我觉得 其实民主制度 它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假设 所有的人 都是有责任政治的 你懂吗 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有责任的 我觉得英国国会 就是做的事情 要对你讲的话负责 没有理论上是要这样子 其实 其实民主制度最一开始 不是大家就是说 We assume everyone elected was honorable and can be trusted 我们那时候就 就是说我们投出来的人 选出来的人 他是一个可信任的 为民服务的人 但其实后来发现 好像都没有 对 但我觉得英国国会 这次做的事情蛮屌的耶 他们在一个礼拜以内 通过这些立法程序 然后让最糟糕的 no deal 不要发生 我觉得很 这好像是创 破纪录嘛 对不对 从来没有这个法案 一个法案可以在国会 会这么快的通过 而且还两边同意让他过 对 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 但我觉得这次英国国会 可以做到这样 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是觉得 they feel honored no they feel like they have to stand up and do something 好那我想到刚刚那字怎么念 technocracy technocracy 对 technocracy是另外一种系统 它是说 一个政治 一个政府是由 各个领域专间的人才来管理 可是这个概念 已经被提出很久了 对 1930年的时候就提出 对啊 所以即使是现在民主制度 你还是可以做到 technocracy啊 对 理论上嘛 就是see how we implement each system 对啊 we hope that democracy can keep evolving and make things better for everyone 因为对我来说 民主政治不是最完美的 但它还是最有可能 让许多人的权益 有可能被照顾到的一个制度 so I still want to keep it All right Let's just try to make it better Stay tuned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